曾被赵本山一夜捧红,成名后气子气子,如今成名后生活又怎样? 2009年,赵本山与徒弟小沈阳、鸭蛋荣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小沈阳与鸭蛋在舞台上一唱一鹤的表演,深得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二人以一夜荣登央视春晚,一夜成名,火遍大江南北,成为著名的小品演员。 自小沈阳风行以来,身边的资源可谓十分红火,在短短的几年里。 小沈阳从一个微不足道的演员翻身变成了一名演员。 而且鸭蛋已经很久没有活跃在演艺界了,不知道现在的他现在怎么样了。 当时鸭蛋每天都在不断地登台演出,这也为鸭蛋未来的演出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鸭蛋在演艺界小有名气,受到赵本山的青睐,赵本山直接将鸭蛋收入囊中。 2009年,赵本山与小沈阳一起登上春晚的舞台, 表演小品不差钱。 赵本山一夜捧红,出人头地。 她是个鸭蛋,说起赵本山,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 现在我们都知道赵本山的名气。 女孩儿,1987年11月29日,出生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鸭蛋是她的一名。 她的本姓吕萍,她的本名叫吕萍。 早期的鸭蛋并不出名,为了生活只能跟着剧团。 鸭蛋条件很差。 二人转演员的家庭就是她的一名。 她的本名叫吕萍,早期的鸭蛋并不吸引观众。 这个生意还是输了没办法全家,只好搬去铁里。 在那里有一家,需要二人转演员漂泊生活的剧院。 鸭蛋并没有失落。 每天待在剧场,听着二胡吹拉弹唱婉转悠扬的二胡声响起。 她立刻被迷住了,跟着台上的父母一起唱几个来。 她也开始唱几个来。 谁也没有想到鸭蛋唱得好不好。 九岁开始随剧团演出,十二岁正式登台唱二人转。 十二岁时她辍学,见父母艰难还债。 她比谁伤心? 鸭蛋安慰爸妈离开学校,我一样可以读书。 没有人识,她就是暗中抹眼泪。 她爱看书但却没有机会。 作为一名东北艺人的孩子, 她注定要走上一条通勤达理的路不吵不闹。 安安立志,一定要学好二人转登上更大的舞台和同龄人不一样的鸭蛋。 她注定要走上一条懂事的路,不吵不闹。 由于二人转很顺利, 十七岁时就被黑龙江民间艺术团签了字。 这个团的老板就是赵本山在东北二人转演员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计其数。 即使是鸭蛋,也没有和赵本山签过约。 由于常年积累的演出经验, 使得小鸭蛋得到了赵本山师傅的赏识。 在她22岁的时候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她与小沈阳一起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小品不差钱。 虽然里面的台词不多, 但是依稀记得她在节目里唱的那首《青藏高原》。 当她一开口,就不知道有多少观众记得她。 除此以外,鸭蛋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唱歌,她有很好的歌唱功底。 她能轻易地标出女高音。 奴婢淳朴的东北大妞打扮, 幽默风趣,深受观众喜爱。 晚会之后,鸭蛋也名声大震, 从此,片曰,代言,如雪花般飘向她。 红红火火的鸭蛋也可以说是表演不断, 借着自己的高人气与丈夫王金龙合作演出。 观众们也被这对幽默诙谐的夫妻感染了。 此后的几年里,她不断地参加演出, 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以偿还父亲的债务。 另外,这些年的打拼, 她也为自己积累了不少财富。 现在交通已有百万路虎行驶, 出人头地后起伏。 人们对鸭蛋丈夫王金龙并不太熟悉。 她是2010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小沈阳表演的《我是大明星》中扮演保镖。 名气远不如小鸭蛋。 他俩不仅是二人传的搭档, 而且常年同台演出, 已是相当默契。 当年的婚礼更是由赵本山主持, 扮得风生水起。 结婚后, 曾经笃信恩爱两个人, 却因矛盾重重, 一点点走向关系破裂的边缘。 那时, 鸭蛋的名气比王金龙的丈夫还要大。 王金龙走到哪里, 大家都叫他丫头的丈夫。 久而久之, 王金龙心里难免有些不舒服, 加上, 生了孩子后, 鸡毛蒜皮的事多了。 二人的矛盾也在逐步升级。 2012年, 王金龙搬走了。 他们在2016年离婚。 正是因为离婚这一因素, 赵本山才彻底激怒了赵本山。 因为曾经说做徒弟有没有名气不重要。 夫妻俩的感情一定要和谐, 即使是想离婚, 也必须经过师父的同意。 而且这个鸭蛋恰恰忘了这一点。 他和王金龙在没有问赵本山的前提下, 就悄悄办好了离婚手续。 之后, 赵本山也觉得这个鸭蛋太失望了, 也减少了他的演出机会。 小鹏飞曾与鸭蛋、 王金龙合作过。 如今还与师兄王金龙抬头不见低头见, 却和他的前妻谈起了恋爱。 这位师父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而小鹏飞却和他的前妻谈起了恋爱, 这次却和他的前妻谈起了恋爱。 赵本山这个师父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也不避讳自己的前妻在游艇上玩得风风火火。 现在还跟大师级师兄王金龙抬头不见见, 而小鹏飞也曾和王金龙谈过恋爱, 并没有和前妻谈过恋爱。 赵本山这个师父也很难为情, 现在还跟师兄王金龙见过面, 为幸存鸭蛋再次回归。 他硬要参加《欢乐喜剧人》节目, 在节目中他表现出色, 更是赢得了观众的赞赏。 他并没有低头面对生活, 而是选择重新开始。 他开始学习才艺,积极健身。 作为一个艺人, 他还拥有着生还的本事。 当大家再一次见到鸭蛋时, 都被吓到了。 离婚后他过得更好了清秀五官, 消瘦的身形, 慢慢地鸭蛋再向女神靠拢。 说话间他充满自信, 提起过去, 他并不害羞。 假如说之前鸭蛋身上土味十足, 那现在的他有一副赶超一线女星的姿态。 小鸭蛋完成了丑小鸭变白天鹅的逆袭之路, 这个丫头其实真的很可惜, 她本来是在唱歌方面很有天分。 如果继续走下去, 不二人转了也能改行当歌手, 可惜事事难料。 事后, 鸭蛋见直播不太火, 又当了导演, 拍了电影。 鸭蛋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公司。 在鸭蛋的经营下, 短短几年, 事业就蒸蒸日上。 如今鸭蛋不仅事业有成, 而且形象比从前更美了, 郁佳有魅力。 遗憾的是, 王金龙因婚内出轨的事, 遭到许多非议, 事业一落千丈。 为纪念周星驰而创作的第一部作品《伏魔即攻》。 不过, 就像这种惨淡的现场一样, 电影在几天内就面临扑街。 这种情况, 的确有几分高开低走的味道。 我觉得, 若时间回到2009年, 鸭蛋刚火起来的时候, 如果他选择把握住运气, 让自己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 慢慢结婚, 是否现在的发展就不一样了。 假如时间回到2016年, 如果他和王金龙处理好夫妻关系, 不离婚, 还能继续受到赵本山的追捧吗? 假如他和王金龙离婚, 不娶师兄小鹏飞, 难道不会败光路人员吗? 遇见赵本山是鸭蛋的幸运, 暴红是鸭蛋的幸运。 不过, 能否驾驭这份来之不易的好运气, 决定一个人可以红多久, 能不能在每一个人生路口, 做出正确的选择, 更是考验人的眼光和智慧的地方。 对于, 王金龙和鸭蛋的事情,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观看